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翻译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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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山中流 人在世界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有喜 月有光 唱了家平福且唱 一年三百六十日 乐为阳首而抗 愿天上人间似今宵 山花海树 隐藏穷 湖光山色 春夏冬 愿新年 风收秋 家好云 多美满 伤心月时 未团圆 新年 生九年 好运家 由特伦苏冠名播出 不是所有牛奶 都叫特伦苏 加油好运 烟火长鸣 水中贵族 百岁山 邀您观看 好运家 建立多新升级 安堂添加量多92% 带您进入正片内容 哈尔滨啤酒 冰爽好喝 海灵堂 提醒您正片即将开始 去投谢用雨节 去投谢用雨节 雨节洗放水 带您进入正片内容 谢谢啊 再见了啊 好运努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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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谢谢 谢谢了 谢谢了 谢谢 谢谢 好运努力啊 谢谢 谢谢 好运努力啊 好运努力啊 真是太好了 你看你现在四个儿女的人生大事 谢谢啊 谢谢啊 都完成了 都完成了 当然了 老大老二心 慢走 慢走 好运努力啊 还要继续加油努力啊 不像我啊 你说我那个窑儿 还在那个窑园里买翠斯特 不要说结婚喽 有没有的女朋友我都不晓得 快喽快喽 没准在办翠斯特已经台上了呢 对吧 可冷可冷 我认为今天这个婚礼啊办得好 最高光的时刻 就应该是我儿子 真的 谢谢 上台演讲的时候 对吧 以前只知道他的医术高明 小朋友喜欢他 没想到 我儿子浩东的文采 两个字 聊碑 那我是提前让他做了准备的 是吧 浩东 对 多亏我账名 提前让我准备 妈 我送您走吧 浩东今天谢谢你啊 应该做的 应该做的 不客气 九字 恭喜恭喜啊 我先送她出去啊 拜拜 亲家呀 恭喜恭喜啊 阿姨再见 来晚了也就算了 你看她那得意的样子 好像上台发言的是她似的 浩东今天讲得确实不错 还真得谢谢亲爱的 我谢谢浩东 我谢谢她干什么呀 不送你妈了 咱俩还得上班呢 我让她自己打车回去吧 这回不要转车接送 不摆架子了 刚才是不是她故意拖了时间 怎么可能是故意的呢 你敢说不是 都迟到了 还不赶紧入座 再替台上还挥手致意 这是我妹妹的婚礼 她抢什么风头 迟到肯定是我不对 你说我一个人就行了 别把问题扩大化呀 这不是没耽误事吗 我刚才发言怎么样 任务完成耐心吗 看得出来是有感而发 昨天晚上我上网查了半训 想借鉴一下 我来决定了 还是得说真话 真话说是容易 想做到 太难了 今天辛苦你们了 没事 太累了 没事 太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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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花心你就是个骗子 你到底什么时候来 你到底什么时候来 静静 你就别闹了 我这仪式和流程还没做完呢 我肯定去找你 你放心 听话 你今天可真漂亮 谢谢 不好意思啊 来 我有事和你说 我也有事跟你说 今天你们都辛苦了 这个呢 是我准备一点小心意 你给大家分一分啊 行 你给的这些红包 我收下了 那这个红包 你也得拿着 不行 今天就说过了 这不能收 不让她知道不就完了吗 这 这个是大家准备的一点心意 你必须得拿着 真不行 哎呀 我忙去了 真不行 霞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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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刚来的个电话 公司那边有点急事 我得去处理一下 咱借场见吧 我知道了 哎 你等等 那你一会儿别迟到了 放心吧 冬蜜月我能忘 走了 嗯 妈 对不起啊 赶着上班没能送你 哎呀 我好胳膊好腿的 不用你送 哎呀 好友家是不是给你脸色看了 没有啊 你别骗我了 出酒店大门的时候 我都看见了 她那张脸拉得可长了 哼 我不就是晚到了一会儿吗 有什么呀 妈 别找事了行不行啊 今天这事本来就是我们不对 要真耽误上台发言的就误大事了 好了好了好了 我不让你为难了 我自己闯的货 我自己摆平 今天他们一家人的面子 都是咱俩给挣的 个傻孩子 体温一直是三十九到四十度之间 有家 好有家 妈 有家呀 你怎么来了 你都不在办公室 还得我到时候找你 找有事啊 刚才婚礼完了 我去逛了个街 我看见这件大衣好漂亮 你穿上一定是好看的 看 喜不喜欢 喜欢 好医生 女婆婆可真好 这疼儿媳妇都疼到医院来了 我们好友家身材好 她就是个衣服架子 来来来 试试 妈 妈 上班呢 没事 试个衣服 花不了多长时间 行 先收着 下了班我回家就是啊 不行 现在就穿 让两个姑娘看看 你穿的衣服有多漂亮 来 妈 妈 这么多患者和同事都看着呢 不管做什么事情 是不是得注意点场合呀 不给我面子 这不是面子的问题 那你穿不穿 不穿 不穿拉倒 你不要画里有画 什么场合呀 不就是因为刚才婚礼 我晚了一会儿 那也没耽误你们家的事啊 婚礼迟到当然是你不对 你更不应该在进场的时候 那么招摇 招摇 我招摇了吗 我那个是在替你们家争面子 你看看还承认了吧 就是因为我刚才迟到了一会儿 你现在就给我脸色 让我难看 我不是衣服 和你婚礼迟到 完全是两个独立的事情 没有任何关系 我妹婚礼迟迟到就是你不对 如果彭小冬她再晚来一分钟的话 我们全家的面子都被丢光 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 你说我辛辛苦苦地买的大衣 还给你送到医院里边来 你居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教训我 你爱穿不穿 妈 妈 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 尤其身份证件 感谢您使用 专车接送及服务 祝您女徒愉快 谢谢 再见了 好 好 好了 好 好 老伴 好了 老伴 慢点啊 走吧 注意安全啊 呜 我会 about you 旅婷 旅婷 你听我解释 旅婷 她是我前女友 我认识你的多oa 刚跟她分手 非要我做个吻别 那你说我能怎么办 我能给我背错的 你听咱没看见情况 咱俩都喜欢婚婚 你还知道我们刚办完婚礼 我跟你坦白了 那咱俩之间难道 连这点信任和包容都没了吗 你就别生气了 原谅我这一次 咱还要去多么远呢 干吗呀 因为这么点小事你至于吗 没看着这么多人吗 我都给你道歉了 这事也发生了 你要怎么样啊 我们刚办完婚礼 你就在车上跟那女的抱着亲 你还有脸跟我说信任 那你说 你想怎么样 你就这么想走是吧 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这事就当没发生 咱赶紧走了 你的意思还是我错了吗 不是 哪个男人没点过来 被你看见这么一回 就没完没了了 你是不是觉得办完婚礼之后 我就拿你没办法 你以为我为什么会娶你啊 就我家这条件 找什么样的没有 哪个不比你强 要不是我妈非要让我找一个 笨一点的听话的 会选你吗 你看我干什么 我说的不对吗 你说你是有长相啊 还是有学历啊 还是家里条件特别好 连你妈都说了 你吓到我们家是你的福建 你现在还拿这些事来威胁我 大不了一拍两散 退婚 你看我 你还看我是不是 你再逗我 你还有理了 谁箱子掉了呀 回去好好照照镜子 来 小心啊 你 要我往里靠呢 你没事吧 这是 这是我对嘴喝过的 为什么非要当那么多人面顶住她 说两句软话不行吗 我为什么要说软话呀 我又没有做错 她上班时间来让我试衣服 那难道我要当着那么多同事和病人的面 配合她呀 你就顺着她的意思说呗 不行敷衍她两句 我说了 我说我下了班就是 但她不同意 非让我马上就是 你让我敷衍你妈 你什么立场啊 我掐在你们俩中间 我能有什么立场吗 这就是问题 你连自己的立场都没有 连对错都不分 就知道祸心 就不该指望你跟我一条心 生活哪那么多对错 睁着眼闭着眼不就完了 你是不是不做了 指就可更补肺 虫草专备高 带您进入正片内容 康师傅老母鸡汤面 六小时慢熬 汤鲜味醇 带您进入正片内容 但我还是你 妈妈不想 这君 several times 妈妈总不在家 是不是因为妈妈忙啊 那妈妈 在家的时候 有没有提到过爸爸呀 浅浅 你什么时候能 How to speak 爸爸就是 卸一条肋骨都圆溢 那就 千千会开口说话的 会的 我们回来了 大哥 陶总 有家 来了 爸 妈 爸 妈 有什么我能做的 不用 忙了一天多累啊 这儿你也插不上手 对对对 歇着去吧 那钱 晓晓 衣服好 来 看看衣服 给你带的什么东西 谢谢衣服 来 看看 千千 你看看这是什么 听诊器 你给姑父检查检查身体 好不好 倩倩医生啊 这是 好专业呀 对 放到姑父手上 仔细听一听 有没有听到 心脏跳的声音 我发现你们家浩东 是真招孩子喜欢啊 倩倩和萱萱 一看到她就高兴得不得了 耳科医生都这样 那你还不赶紧生一个 对 她说不输了 所以把她的心跳 我真是要快一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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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来 爸 胖童 不喝点啊 我开车喝不了 马吃马吃就等你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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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好高兴哦 今天婚礼非常的成功 所以呢 我要论功行赏 首先是有家 体面大方 我们家的面子 都是你给挣的 这个红包 给你 谢谢妈 你们两个也有 今天跑前跑后的 来来来 一人一个 谢谢妈 小孩没有 浩东 今天你代表我们娘家人发言 很有水平 非常的成功 所以这个最大的红包是给你的 妈 这不合适 不合适 妈 这肯定不合适啊 她今天差点迟到 不罚她就不错了 这样啊 这个红包 咱们萱萱跟倩倩一人一半 好不好 来来来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妈这论功行赏 不是扶贫 浩东 收钱 快点 收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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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 谢谢妈 谢谢妈 来 吃饭吧 来 吃饭吧 以后对家里啊 就少了雨停了 你说养女儿就是这样 养一个送走一个 都是给别人养的 行了 快吃吧 来 吃吃吃 你怎么回来了 去 没领结婚证 是退婚 又好点区别 说 那任劃欣 为什么要退婚 不是他 是我要退婚 你也要退婚 结婚号刷呀 这刚办完婚礼 你 你早干什么去了 你不把我气个半死 我告诉你 你就不甘心 是不是 赶紧的 现在 我票去 度蜜月去 票欠妈出 我不 再说一遍 不要激动 不要激动 你怎么就那么自私啊 这家里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啊 从小你就这样 你光想着你自己了 这家里四个孩子 两个离婚的 你现在跟我闹这么一出 以后我跟你爸出门怎么见人哪 好了 好了 你钱我都收了 你让我怎么跟亲戚网友交代 有话好好跟妈说嘛 来 坐坐坐 我绝对不可能跟人化心复合 我一定要退婚 好了 好了 你不要说了 好了 好了 雨婷 这妈是过来人 妈知道 你们俩呢 那就是 小两口吵个架 说个狠话 这没什么呀 这小两口说的话 那难当真吗 过一晚上就好了 是不是 她是不是欺负你了 她要是欺负你了 你回家 妈跟你撑腰 可是今天这情况特殊啊 刚刚举办完婚礼 你就不去度蜜月 这太不像话了 我这就给她打电话 我批评她 我让她来接你回家 妈 我不回去 反了你了 你以为你长大了吗 不敢揍你了 别冲动 别冲动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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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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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放开我 妈 从小到大 我没指望你什么 你什么不好学 你学你大哥大姐离婚 妈 妈 不要动手 不要动手 不要激动嘛 文贵快 把你妹带进屋里去 赶紧把你妹带屋里去 不要激动嘛 不要激动嘛 不要激动 妈 妈 你还愣着干什么 快带你妈进屋 妈 妈 你不要生气嘛 你要不打我 你实在起不过你倒吧 我走了 雨婷啊 到底怎么回事啊 现在我什么都不想说了 你们出去吧 我想事了 来 起来 起来 你都把妈气成那样 你还睡得着觉吗 从小我就跟你说 做人做事要有轻有重 你可倒好 一到关键时的头脑就发昏 还跟小时候一样 做事不带脑子 说话 傻了 我就是傻 要不然我怎么会答应 跟任华欣结婚呢 要不是妈说 赶紧把事办了 怕人家反悔 我能这么快地答应结婚吗 那你这意思还怪妈了 不赖妈 我赖我自己 我认命行了吧 罗雨婷 你今天到底哪个人进不对了 我告诉你 今天你不把事情说清楚 你别想睡这个觉 你别想睡这个觉 罗文慧 你把嘴闭上行不行 雨婷在外面受了欺负 妈刚骂完 她心里够难受的 你让她安静一会儿不行 她总得把事情说清楚吧 说什么安静是说清楚 你自己离婚了 和你说得着吗 说得好像你没离婚似的 行了 别吵了 出去出去 出去 出去 别拉我 你怎么说呢 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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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睡一会儿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千散万散 没散到这一步 千散万散 还是没躲过去 秋儿哥呀 这是为什么呀 我真是没脸活了 我不想活了 别说几话 你要是气出好歹啊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来 吃啊 妈没事吧 妈没事吧 能没事吗 雨婷平时乖乖的 要么不惹事 一惹就是大事 你家人啊 今晚都别想睡觉 你是艺术的谬思 你是艺术的谬思 你是生活的灵感 因为有你 自然有了生机 原来你画的不是我 是特伦苏啊 这可是特伦苏 有机梦幻盖 艺术家联名的限定款 它的包装设计 灵感来自于大自然 体现了人与自然的 和谐共生 可以说从里到外 都很有机 万物有形 自然有机 不是所有牛奶 都叫特伦苏 都叫特伦苏 你进来吧 爸 爸喝了两杯 没事想找你聊聊 这从哪儿聊起呢 你说天底下 有父母怕自己的孩子吗 你妈就怕你二姐 你二姐的脾气你也小的 一言不合就怼天怼地 那关键是要聚聚在里 但是我就不怕你二姐 我最怕你 别看你平时啊 不显山不露水的 但是我晓得 你是最有主见的人 享水不开 开水不享 但别人发现锅开烙的 鸡饿锅盖 都能把别人汤倒 除了 初中坚持要转学的那次是吧 高中毕业 没考上大学 自己自作主张去打工 那次也是吧 这次不用问 你想退婚肯定有你的道理 忘了说是吧 还跟着他到来 我必须的 你送到账边的那些葛事 你只能看到没有 肯定有多少钱 你都不觉得大事 你不能难找到 你终于爱的那些人 可是在过来 呢 然后你也能读一些 妈 爸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爸都支持你 爸爸 您身上没酒味 是吗 不是 可能是年龄大 冒际喝喽 谢谢 关她呀 篮 关篮 三分球中都进啊 你这 我这多少天没看球呢 你干什么呀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还有心思看球啊 你没退过我能干什么呀 我还能陪着一块儿哭啊 再说了这样的事 你们家又不是第一回发生 你 你再给我说一遍 你再给我说一遍 咨询室的时候 你就拿大哥大姐的事说事 行 我全当你是为了解决问题 你现在还这么说 你这不诚心的吗 对不起 我 我口误 我想说的是 你妹的事我也插不上手啊 怪不得我妈这么重视 你听婚礼的事 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人 戴着有色眼镜看人 我什么时候戴有色眼镜了 大哥大姐离婚前后 我对她们态度有变化吗 我一直很尊重她们吗 我对陆轩 小倩不好吗 有色眼镜在哪儿啊 你能说出这番话 就说明你心里 已经区别对待了 你跟你妈一样 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 她明明知道你有事 还让你送 她自己打个车去不行吗 还有 她为什么要挽来呀 非要拿自己当主角吗 她多打扮一会儿 不是 出于对你家的重视吗 是不是你自己心里清楚 其实她迟到也不能全怪她 你也是不知道 今天路上有多赌 你 你还找借口是吧 就算赌 别人为什么不迟到啊 你第一天当司机啊 行 不跟你吵了 你赢了 九位我也不看了 你想说什么你说我听着 我听着 我不想说了 你也不想说了 你就是 你跟我想说 我 你 我 还没消气呢 我早晚得让她 他们几个给我气死 事情已经是这样了 不要跟自己过不去了 这好短短的 怎么能变成这样 你明天啊 不要去店里了 在家好好休息休息 谁不见 想管两天 你小的怎么样了 你把他给吓了啦 哭了半天 我现在好了 这孩子 表面上看着 温温柔柔的 实际上啊 骨子里降得很 我是怕他呀 这年纪轻轻的 没经历过什么 这次把他给伤着了 会影响他以后的生活 慢慢来吧 该经历的总是要经历的 人才能长大 你别总那么看着我 我投降还不行吗 你现在是连争论都懒得跟我争论了吗 咱俩早都洗完了 你怎么还不冷静啊 找个时间吧 咱俩再去一次 去哪儿啊 还去咨询室 对啊 咱俩问题没解决 肯定得去啊 咱俩再去 我担心那咨询师心里都得出问题 有些事真的不能多想 你知道我想什么吗 我就是不想走到那一步 才要去做咨询的 不然咱俩直接去民政局了 那咨询室不就是个情感树洞吗 你一想说心里话 咱俩可以在家里都心平气和地说啊 你看这 这氛围多融洽啊 你觉得咱俩在家里能心平气和吗 你干什么去 你干什么去 上班啊 上什么班 你还去回屋去 鸡哥 我要迟到了 你什么去 鸡哥 我要迟到了 鸡哥 我要迟到了 你干什么呢 你现在应该在读蜜月 你说你出去让邻居看见了 我怎么解释 不用解释 咱俩早晚都会知道 能躲 一天是一天 没我允许 你不许出这家门 你听妈的话赶紧回屋去 快 快 快点 别 妈 我 你们俩给我听好了啊 你们俩今天的任务 就是把他给我看住了 如果让他跑出去 被邻居看见了 我连你们俩一块儿扒 妈 放心 肯定看住他 我实在不行 把他绑起来 快 今天 快 我家 你为什么要改我的厨房 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孩子之前是我的病人 是因为我不在才挂了你的号 你现在改了厨房 他的家长说孩子一直不好 是因为我开的厨房有问题 刚才跑来找我闹 还要到院办去投诉我 所以你现在跑来跟我闹是吧 小二支吸管炎导致的咳嗽 我开的头包拉钉 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都是同一个科室的同事 你看看病例行不行 互相尊重一下 你还跑去跟患者说 长时间服用一种药 如果效果不明显打就得换药 你说这不是挑选的患者跟我闹事吗 没有错吗 我开的阿琪霉素肝滚拳剂 肯定比头包拉钉效果好啊 为什么不换药呢 那你明知道 之前用的药效果不行 你还接着用 是你不负责任吧 就你负责任行了吧 那以后所有的患者都你来看 行吗 你转给我呀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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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什么事了 竹子你来得正好 他改我的厨房 患者就投诉我 我再跟你强调一遍啊 厨房必须得改 小病也是病 得负责 好好下 少说两句 事情还没说清楚呢 你豁什么信你啊 行了 行了 大家散了啊 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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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了 走吧 走吧 都是一个课室的同事 什么事啊 非那么较真 原来在学校的时候 你夸我眼睛 现在变较真了是吧 这是医院 人命关天的事 我能不较真吗 那你让我怎么办 总不大人觉得 咱们夫妻俩合伙欺负人家吧 我又没有让你拉偏价 对吧 白就是白 黑就是黑 你是主任 你占了立场就行了 你就不能选一个折中的办法吗 这个世界上 除了黑和白 中间还有灰呢 灰 如果你这身白大褂是灰色的 你还穿吗 我 来了 这身olved 不如啊 黄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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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啊 黄欣 是我 我 我电话 我等 美游 别生气了 来 喝茶 我们都是老同事了 他的性格你也了解 说到底 让患者早日康复 是我们最大的职责 其他都是小事 对吧 主任 他好与我家无论说话 做事 对同事们从来不留情面 这不是第一次了 你总这么护着他 也解决不了问题呀 我跟你说实话吧 如果不是看在 他是你老婆的份上 我今天跟他没完了我 谢谢你理解我 我替他跟你道歉 但话说回来 有家根据病情调整处方没错了 他对工作认真负责 是不是也没错 知道了 知道了 但是这事的提前跟我说一声 我都能理解 那现在患者家属跑来投诉我 我让眼眉王哪哥 我相信那位患者家属是讲道理的 这样 这件事我来处理 好吧 还见识啊 ご馒头 付财 onents 交给你 没错 我相信我 工作人员 到此后 你就尻尖的 那有个没错 我相信你 你还不知 我相信我 可能你还不明白 妈 方老冬 好友家你管不管得了啊 又怎么了 你老婆没跟你说呀 她把我给她买的衣服扔了 妈 那件衣服不是您自己扔的吗 要不是她担着那么多人 博我面子 我能扔吗 没扔 有家后来捡回来了 捡回来捡回来就完了 你捡回来捡回来就完了 那您还想怎么样啊 道歉 她必须给我道歉 妈 您消消气 有家知道她自己做错了 还跟我说呢 说找个时间想跟您说声对不起 什么时间啊 哪天啊 现在怎么不来 她不知道我们家的门朝哪开吗 一点规矩都没有 好 妹啊 隔门相望 唯有泪前行 罗文慧你一个当姐的 你不帮你妹就算了 不安慰她就算了 你还监视她 你丢不丢人啊你 你说谁呢 刚才你还说要把她绑起来呢 我那不是哄妈吗 要不然我们把她放出来吧 她这样真的跟坐牢一样 你不把妈杀一挥马枪 不行 这都几点了 不能让她饿着 我决定先把她放出来 我去给她做她好吃的去 坐下 你干什么呀 你凭什么你决定 要决定的是我决定 那你又凭什么决定啊 因为我是你哥呀 你就逼我大几分钟 大尼苗也是你哥呀 行行行行 我去把风 你给她做点好吃的 我还得手艺 你放心 有本事你就别回来 给 来 我喝茶 别忘了啊 下了班之后去做咨询 我可以答应你去做咨询 那你也要答应我件事 什么事 昨天当着那么多人家说 我妈她下排台 今天跟我回趟家 说两句好话 哄哄的 给她个台阶 这种事我做得还少啊 对呀 你有经验吗 下班就去 先咨询 再去你家 先回我家再咨询 是 孟好董 我不会是已经答应你妈了吧 怎么可能 我就是觉得 每次都听你的 你就不能让我也做回主 行 让你做回主 是下了班之后去咨询 还是现在请假去你家 你选一个吧 又有得选吗 我爱你坦坦荡荡有低气 也爱你奋不顾身的勇气 我爱着微风吹拂的声音 让日子充满生气 我爱你 我爱你 踏踏实世界地气 也爱你 为我称赞临时的杀气 那些你默默做过的事 曝出的所有我都珍惜 我爱你 愿你拥有自己自作的情绪 感受着时光繁衍的动听 幸福失落出满足表情 唱快乐的歌 被希望指定 是你让我感到冬天也温暖 是你让我感到冬天也温暖 平凡的日子也获得精彩 人生的路或长或短 齐取平坦 你都是我一生追寻的答案 不放弃是我们最初决定 再多的刻板 再多可能 你是我努力前行走表 无论走多远 步履不停 你是我命中注定 我唯一的决定 自己得到处 你感到冬天也温暖 她去某个人 无词 你 你